欢迎大家来参加生成是AI研讨会 我叫颜卫明 是里美科技协会大纽约的现任理事 曾任会长 我代表里美科技大纽约牵头组织这个活动 并担任今晚的这个活动的后组 大家都知道四个月以前 基于大纽约模型的ChatDPI悄然登场 立即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浪 汇集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 机器似乎真有智能 可以跟人从容对话 一些知识性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他能给出很详细又完美的回答 专家可能还要思考一会儿 ChatDPT把一切都呈现在你面前 而且是不下思想 他不仅可以回答问题 还可以写诗编程写论文 似乎他有多大能力 在于你有多大想象 并且输入给他 那很多专业人员拿着高工资 耗时费力做的事情 他好像都可以做得又快又好 这样让人兴奋 这是可以让我们 从很多繁琐的这个学习工作 从解册出来 还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潜能 来服务人类 据说在ChatDPT刚刚公布的 头两个星期 就有500家相关的创业企业成立 现在各个大公司 科技公司都聚焦资源 在这个生产是AI的赛道上 开始激烈的竞争 但是ChatDPT和类似的 这个大约模型应用也显示了很多问题 它可以据实完美 一本正经的糊涂 输出的内容可以充斥偏见 甚至很善人 报道中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在跟这个微软的兵聊天的时候 这个兵就坚持劝他和他相好 与他太太离婚 所以说明机器显然没有 类似于人类的这个情感智能 它的输出取决于训练 训练数据的质量和算法 但ChatDPT还只是一个开始 今天OpenAI已经宣布 基于ChatDPT4的多模态 ChatDPT应用马上面试 已经面试了 功能更加强大 那关于ChatDPT和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生存式AI 已经有很多议论分分 我们关注的主要聚焦于 在它有哪些真正实在的应用权能 它的局限在哪里 如何经济有效的使用呢 它会怎样影响我所在的行业 公司和我的职业 要想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还是要从了解理解 大语言模型的工作机制开始 所以我们专门邀请 做这个研究的宇宙教授 先来给大家详解一下这个技术 最后我们邀请的 在多模态 生存式AI领域 已经更年了将近两年的 创业公司老总李金 和熟悉科技领域的 贡献投资人陈总 来展示和展望一下应用前进 对传统企业数字化 反变了入执掌的商理 也会来分析一下 有哪些机会和挑战 以及在职业上如何应对 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IEEE 人工智能标准委员会 现任主席 Richard Tong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大局视野 并且主持这个研讨会 希望大家动能在研讨中 获得实在的知识和启发 对你的应变发展 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直接就进入这个主要内容 我们请这个各大计算机系的 于周副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 详解 技术详解 那么于教授呢 是各大计算机系的副教授 研究的领域 主要是人籍交互 语言 理解和生成 那么他自己又是一个 应该是个语言训练的公司 RT QLIT AI 创始人 CEO 于教授曾经获得 美国福布斯杂志 30位 30岁以下的科学界 杰出人物 上这个榜单 好 那么就请余教授来分享 好的 那我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ChatGPT和包括现在ChatGPT Avanced版本 和以前之前的大研模型的整个的发展的状况 就今天主要是一个一科普的形式 给大家讲一下最基本的东西 我能尽量用中文讲 但有些专业术语 我还是用英文讲 可能这样子更准确一些 对 在就是 GPT3和ChatGPT3 或者包括现在GPT4 之前呢 我们呢 总是 就是做一个模型的 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呢 我们通常是 就是说 有一个特别的 有一个specific task 就是我们要完成 这一个这件事情 比如说要做一个 比如说要做一个问答系统 比如说要做一个生成系统 来帮 来 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一件具体的事情 去收集跟这个具体的数据 这个任务有关的数据 就是说这个它的输入是什么 它的输出是什么 然后去整理一个这样的数据 然后呢 去用一个模型 我们称之为 我们称之为 fine-tuning 在这些 这个生成的 这个好的数据上 然后呢 这样子呢 就去解决这个 这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 这个模型是 create a specific for a particular task request large high quality supervised data 这种 这个 usually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and energy and money so sometimes these models can also explore spirit's correlation 就是他学到的东西 是一些 不是跟他的真实的 重要的东西有关 而是 pick up上一些 noise in the data sets 所以这样子的模型 通常情况下 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收集数据 而且你如果这个数据 收集的不好的话 你说训练得到 这个模型 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后来呢 就说 我们慢慢的 当我们 越来越多的工作 就发现 我们要 train a general purpose 的model 就是这个模型 那不是为 某一件事情 去做的 而是这个模型 可以做很多件事情 然后我们 后来就是 在 当然在 之前有很多 谷歌的工作 谷歌的工作 也在说 怎么把这些模型 放在一个统一的 这个training的 pipeline里面 然后得到一个 好的general purpose model gp3呢 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example 它就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model 它呢 有一个 它有不同的size 但是我们知道 最大的size 的是一个 175 billion parameters 的model 它呢 这个呢 它就说 这个模型呢 它是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任务 它可以做 summarization 可以做 question answering 可以做 generating poem generating stories 这个模型呢 它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 不是为了 某一件具体的事情 做的 它是用很多 很多不同的数据 从网上 可以爬到的 各种各样的数据 以及人工 收集的各种各样的 高质量的数据 来一起 来训练的 这个模型 这个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 最基本的 就是说 它训练的时候 是follow一个什么样子的objective metric 对吧 就是我们是要让这个模型 我们通说 通常会认为说 就是说 optimize towards a purpose 就是说 我们要给它一个 具体的一个objective 这个目标 让它要靠近这个目标 然后我们在与这个自然语言处理中 我们通常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基本的概念叫language model 就是说 怎样让这个语言模型 可以生成 根据前面的token 比如说 the cat sat on the 然后生成下一个token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 predict next word objective 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 就是用前面的 已知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单词 就是这个句子的前面一部分 怎么去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 那我们通常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 我们要 让这个模型生成下一个字 对吧 那它通常要 follow couple of rules 比如说要follow grammar 就是你这个语法一定要是对的 就比如说 the cat sat on the mat but the cat sat on the mat 对吧 这个前面是这个正确的语法 后面是不正确的语法 所以说我们希望 这个p就代表probability 就是说这个言模型 在rate这个sentence的possibility的时候 它会认为 第一个sentence is more likely to happen compared to the second sentence 就是说 我已有一个模型 我会在这一些 这个grammar的这个 这个axiom上来测试 它是不是更容易生成正确的grammar 如果它是更容易生成正确的grammar的话 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型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这个模型 去学会到这些正确的词 这个语法是 语法是我们要你学会的 比如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word knowledge the cat sat on the mat is more likely to be seen compared to the whale sat on the mat 对吧 这个就是common sense 这个猫坐在地毯上 肯定是比金鱼坐在地毯上更常见 这个我们也希望 把这个语言模型能够学会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 比如说arismatic 也是一样的 就是数学的 二加二 我们希望它等于后面出现的是四 而不是出现五 同样的有这种sentiment analysis 就是说这个 the movie was terrible I'll give it one star 对吧 one star 通常说是不好的 对吧 that movie was terrible that movie was terrible I'd give it five star 这是不太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认为one star就是不好的一般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语言模型呢 是可以根据 就是我们这些 至少在运行的时候 它是follow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个功力 然后我们就会 根据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网上排来的数据 让它学习到这些 怎么去predict next word 这个training objective呢 就是我们说的 predict the sequence of words that reveals the murder of the end of the crystal novel 比如说这个 然后具体的模型呢 我们知道就是 所有的这些大元模型 现在还是 都用一个 我们称之为 autoregressive model 就是说 它这个模型呢 是总是根据前面的词 来predict下一个词 然后呢 这个词predict成功了以后呢 它就是 再predict下一个词 就是把前面的通知 全部作为一个condition 给它predict 然后呢最后它加在一起 我们认为 这个就是它的 最后的lockline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这些文字呢 都变成一个vector 然后呢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它有multiple layers 然后最后呢 它会得到一个 distribution over target token 其实呢 它这个语言模型呢 说到底 它最后就说 比如说我有 两百万个词 它其实就是这个 两百万已有的 这个词汇表里面 给你一个分布 比如说这个词出现的概率 下次出现的概率 是零点零一 这个词是零零零一 下一个词是零零零零三 就是说这个 按照这个词汇表 然后你生成了 第一个字以后呢 这个这个distribution 就会改变 因为你前面有 一个生成的字了 然后那你慢慢慢慢 它就会根据你的前面 不同来 like decode 而具体 decoding的方式呢 也有很多种 你可以做beam search 可以做random random sampling 你可以做top p top k sampling等等 那具体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有了 这个training objective以外 这个autoregressive model 它主要就是lock likelihood 或者这一个 简单的这个objective metric 那它这个是根据 是什么样的数据 来train的呢 就比如说像 之前的paper有说 像这些大模型 通常情况下 有一些地方 就比如说common crawl 就是一个网上 就是爬各种各样的网页 webtext2 也是一样的网页 books1 是很多很多的书 合在一起 books2 也是很多人的书 wikipedia 就是wiki 就是维基百科的 这个数据 那我们知道 这个common crawl 是最多的一个 400 billion tokens 对吧 但是呢 就是按照数据 集的质量来说 那肯定 就是这个wikipedia 和books 比这个common的web webpages 要这个质量高很多 所以说 但在training的时候 它通常就会upload 这些proportional wise 这些比较 high quality的 这个数据 就比如说wikipedia books 然后webtext和chrome claw 它会给它降低一些 所以说 它相对而言的话 还是会balance out 这些 我们通常情况 总是会说 high quality data 需要得到更多的 tension 那这个gpt模型 或者是各种各样 大元模型 它训练好了以后呢 你是可以怎么用它呢 我们现在就是常用的 很多大家都知道 叫prompting prompting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做zero shot 就是完全不给它 任何以右的这个样例 比如说 我直接给它一个instruction please unscramble the letters into a word and write that word 就比如说这个tdaef 我就叫它重写 然后one shot 那就是我给它一个 一个example 就是我同样的instruction 我可以告诉它 pcrlao 就这个东西呢 可以把它rearrange成 reciprocal 那我跟问它说 这个可以这样 unscramble 那feel shot呢 就更简单 就是我不是给它一个 我给它好几个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说是in context learning 那这就是几种我们常用的 如果你有 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 是非常简单的 你是不需要 重新去fine tune你的 这个已有的大模型 所以说你就 自己不用做这些gradient 等等 你其实简简单单 就可以用 open AI提供给大家的 这个API来做 这些zero shot one shot和few shot 这个我们说回来 就是说 在自然原处理中 就是我们也说 过这些代理研模型 一般情况下 都会在这个 具体的我们学术界 收集过的一些 好的supervised data上 fine tune 这样子的话 就让这个模型 具有了很多不同的能力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这个已有的能力 大家是比较 就是在学术界中 我们有比较好的测量的标准 这些benchmark 就是像language modeling 有一个data 叫 ptp close and completion 就是说 就是中间 挖掉一个词 你给它重新填进去 或者是给你前面的三句 比如说rock story 也就是给你四句话 让你 就是根据这前面的四句话 写第五句话 来完成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 这个hello swag lmbada 就是类似的 就是类似的这个close和completion task winner girl style 就是说 它就是给你一些跟常理 稍微有点出入的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 就比如说 这个鸟有的时候 也不一定总是待在树枝上 它可能正好这个鸟 待在一个不常见的地方 对吧 那我们就 这个 这种winner grad 就是有人 就设置了这些比较难的 这个test common sense reasoning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牛是哺乳动物 牛 所以说牛是喝奶的 像牛是喝奶的 对吧 就是有根据常识来推断的 这些reasoning的test open book qa 也是类似的这些 arec的pq 然后还有reading comprehension 就是说 给你一段话 根据这个话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这个 这一段话里来告诉我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选abc选哪一个 有的时候是yes or no 或者是cannot tell based on the paragraph 那这个quark squad 这个race coka 都是类似的 但上面稍微有一些差别 有一些是跟 比如说像这种 根据高考的题目来的 有的是有conversational context 但都是这个 就是reading comprehension 主要是question answering 有关的 trivial style question 就是 是一个 比如说机制题 就像trivial qa 就是像 更像一个 考智商的这种题目 就比如说 这个像 像我们常见的 IBM Watson这种 类似的这种 trivial quest quiz bar 类似的 web qs 也是natural question answering 也是这个factual question 根据wikipedia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inference task 就anli等等这样的inference task inference task 就是说 就说 根据这个premise 我来判断 这一个下面的这个statement 它到底是entailment 还是contradictory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说牛是哺乳动物 牛是一个哺乳动物 牛是喝奶的 猪也是个哺乳动物 那我可不可以entail猪也是喝奶呢 对吧 它就是个 还是猪就猪 猪不能喝奶 这个是contradictory的 然后还有comprehensive 一些的batchmark 叫super glue 它是一个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的这一个 一个很多种task放在一起 里面有比如说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啊 NLI啊 各种各样的 还有translation task 就是从英语翻译到发语啊 英语翻译到德语啊 英语翻译到Romanian等等 各种各样的task 还有些synthetic和quality 各种各样的task 比如说sat和sat相近的 arithmetic就是数学有关的 还有correct english grammar 就ETS有各种各样的 类似的这个release tried data set 这些呢就是说 是我们常见的 大家想要测试这个language model的 能力的这个benchmark 就有比较好的human created answer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用这些benchmark 去测 比如说这个模型在这些 比如说reading comprehension上 做的怎么样 在这些比如说translation test 上做的怎么样 那我们假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哪一些task上 做的特别好 就是这些简单的 trivial question answering 是做的特别好的 就比如说这个question说 这个new descending a staircase is past the most famous painting by with 20th century artists 对吧 那像这样子的question 就是其实更像wikipedia comicube这些 那我们发现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fine tune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model呢 大概可以做70% 对吧 这个其实是相对而言 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 然后 类似于这种 就是wikipedia上查一下 就知道 这个像这种 比加索 对吧 那我们看就说 这像像我们现在用的 这些大的模型 对吧 他做zero shot能力怎么样 zero shot就是完全不给他任何 跟这个question有关的 类似的这个question 就直接问他说 you need to ask this question nud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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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他在零点一b的时候 他表现很差 对吧 慢慢的慢慢的时候 当他到 这个将近175b的时候 他竟然比finetune的 在已有的很多的 呃 就是就是我们就称之为finetune的 state of art soda model呢 就是说 他这个data set trivial qa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数据的 然后他是在这个好的supervised 数据上finetune得到这个model 然后发现当这个数据 到了175的时候 啊 这个机肉上 已经接近于finetune的soda 那你如果给他一个example 他就已经比soda 好好一些了 啊 然后当他是给他 呃 several 就是可以等于64 64个example的时候 他就要比他finetune的soda 好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种简单的task中 啊 这个我们拿一个zero shot model 啊 就其实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 当他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难的 就比如说 这个anl 它是有一些adversal的 但他比如说 像这个context 这个比较复杂 是吧 we shot the loophole which has american workers actually subsizing the loss of their own job they just passed an expansion of the loophole in the last few days 43 billions of giveaways including favors to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nd bring sailing fans from china 然后根据这个东西 我说 question the loophole is new is now gone is it true false or neither 对吧 那correct answer 是 a false incorrect s and true incorrects and neither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正确答 对吧 当我们发现 就说 fine tune soda 是48左右 但是呢 就是我们同样的这个fue 上的 我给他50个 example的时候 他还是只能做到40%左右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比较 你需要逻辑推理的 因为他这个 搞来搞去 这个比较绕对吧 像这种task 他就比较做的 不如这个fine tune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说GPT chartGPT和GPT3 3.5 GPT4 有什么差别 就GPT3呢 其实很早 之前几个月 之前就有了 他主要的 比如说他的limit是 两千个token 你可以在里面 输两千个token 所以说你可以加几个 example 就变成in context learning 对吧 那chartGPT呢 他就是跟 就是说 他是 就是下有一个interface 你可以来回的说 然后他的retain 大概八千个左右的contact 就是说 因为他想要对话的话 那你总是希望长一点 这样子的话 他的history可以有tracking 但是我们说 等一会我们会仔细的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 我认为 像chartGPT 岂不是 不是一个对话 机器人的方式 他只是用一个对话的 这个interface 去包装了一下 GPT3.5 那现在我们也有 知道GPT4 我当然 今天就新出来了 我也测试了一下 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但他现在可以作为images 他给image 也可以作为input 对吧 然后他 而且他这个contact变成了很多 可以做25,000 所以说 这个 当然这个模型的 这个parameter size 也越来越大了 当然我们说 具体的training方式呢 就是 就是RLHF 非常重要 就是说 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加上human feedback 来去fine tune这个model 让它变得更好 当然你要先做supervised training 然后根据human的这个supervision 就是这里我们就说 就是human feedback 这个human feedback 有的时候可能是个preference 可以是ranking 用这个方式来给你 就是train一个model 然后用这个model 来做reward 来让你这个tune你这个model 当然我们说 说human feedback 还包括就是说 有一些expert 去write了很多 这是一个instruction的input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instruction 然后我希望是什么样的expected outcome 用这样子的model 去做finding 这样的话得到这个model 他可以做这种不同 各种各样的task XGPT呢 之前他也用 因为这个你 你出来了 他出来answer以后 你可以选择upload或者download 然后这个upload和download 之前呢 他也会把你的这个feedback 放在这个里面 去retrain他model 最近他这个release说 之后不会用这个 这个用户的upload 去重新train你的model 然后具体呢 就是我也就不具体讲 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看到 大家非常开心的用 GPT来做各种各样 跟自己领域有关系的 这个task 这一点来说 从我们学术来 从作为学术界的人来讲 是非常surprising的 其实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来看看 因为这个GPT 它发出来的时候 它it doesn't come with the manual how to use it 所以说大家都用非常creative 发出来用这个language model 其实给我们学书界 也各种各样非常多的 这个新的想法 大家可以用它 很多人用它做compiler 做interactive debugging 就是就是做这个coding 就问他说我哪有错啊 等等 然后有人做 用它做marketing 说我要对 针对这个华人 比如说三十岁的妇女 我要卖这个产品 给我写一个广告词 然后有些人用它做writing assistant 就是啊 这是我我写的 你可以把它重写一下 让它变得更formal 让它变得更 或者让它变得更convincent 等等 然后最近大家也说 又怎么用它跟database做交流啊 怎么做paper summarization 怎么improve security 等等等等 啊 这个我就不去讲 就是说怎么用chat GPT 就你可以很简单 就是在openAI上设置一个account 然后你就可以啊 就是就是用免费用它 嗯 所以说啊 很多人说啊chat GPT 他还像相当于一个两岁的小朋友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大家在网上说的 这个一个噱头 我自己有一个一岁七个月的小朋友 他能我这个小朋友能做的事情 跟chat GPT能做的事情 完全是两回事 他有不同的demention 但是我们 首先就是我这个slides 是从美国的国发布 DARPA的一个 Io2的一个program manager 来借来的 他首先就说了 我非常认同 他说的一个很多的地方 然后我具体也会仔细讲一下 我觉得啊 这个最近有 比较有意思的advancement 以及之后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 可以explore的research questions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class to train these large language models 是啊 grown exponentially as well 因为这个parameter特别多呢 他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去买这个computing resource 他现在的reasoning做的依然不是特别好 他还是会生成一些不正确的信息 就比如说我问他一个中国电视剧 他就会给我造一个中国中国电视剧的名字 然后演员什么都对不上 他都是有错误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是我试过查gb4 他依然犯这个错误 就比如说他我给他一个 我说叫他推荐一部电视剧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部 但是这个女主男主男主演都是错误的 啊 还有这个reasoning 然后现在的这个模型呢 还是有一些harmful和biased information 他就是没有做更多的这个 他其实opene已经做很多的这个harmful的 information filtering 但是他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人就是go through 就是go through the loop 去让他说一些不好的话 这个mix up stuff就是holicination 其实就是说跟phosphor information是相似的 还有就是大家也不是很了解 就是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 分析说什么样导致了他可以做 in-context learning 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子的pre-training data 对这个model有最大的这个performance benefit 然后这接着的话 我就具体讲一下 我认为一些比较interesting的这个 research direction 当然先开始讲 就是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scaling law 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模型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模型的这个parameter 现在都是billians你从billians来讲了 以前我们还是这个million couple millions parameter 现在都是billians 就是说这个模型啊到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是不是越来越给它扩大以后 它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什么时候是一个镜头 包括就是说这个模型的这个这个parameter 和它训练的数据的token size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吧 就是说啊是不是这个模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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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 这个越多的话越大 它的capacity越强 那是不是有足够的数据 去撑起来这个capacity 那什么样子情况 是一个比较balance的这个 input token size 和这个parameter size的一个结合 这个也是我从别人那儿借来的这个图 我自己画的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 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就之前就比如说我们parameter 是google一个非常大的model 对吧 他大概用了走 这就是将近啊one thousand billion token 多一点的 然后他是接近于这个啊one thousand billion token 他大概是这样的吧 然后嗯 我们知道就说这个这个红线呢 是这个这个dbine的这个chinchilla 他发现就说 这这这一条线上的这个毛 模型模型呢 他是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balance的模型 就说这个数据很多 但是模型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 他也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像这个dbine的这个chinchilla 而且这个数据就说这个 因为这个parameter特别大的话 他花钱特别多对吧 这个input token特别多了 他也花钱比较多 但是这个parameter他当然也会花钱 比这个你的这个input size的token更更更多了 而且这个最后春出来这个模型越大呢 他在做inference的时候花钱也特别多了是吧 那chinchilla他大概花了这么多钱 去穿这个模型对吧 他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用这个呃 这个就是说我给你更多数据来换 他这个模型小一点 但是他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就大家现在也都是在思考说 怎么样去穿这些大模型 可以让他就说在比较小的size 就说这个我们就比如说 就是不超过一个100个billion的情况下 依然能到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模型 呃大家也知道最近的这个lama 就是facebook meta 他有这个呃也是比较不小心的模型 但是呢他就在一个在很多很多特别好的数据集上训练了 然后他得到的这个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差 就是比很多这个train的不仔细的 比如说opt model啊30个billion 或者说100多billion的model 效果更好对吧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train模型中 他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浮动的地方 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给他多少 你的数据好不好 然后当然就说我们这个这个模型的大小等等 就说如果你选择很好的数据 你选择非常carefully 就是比如说你多少个task是one shot 多少task是fue shot等等 怎么样去blend这个task 我们去做这个sample量等等 这个仔细的做的情况下 你其实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大的parameter size 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quality的数 这个模型 这个呢就是我们也充足为就是 大家都在做的叫efficient modeling 就是怎么可以让这个模型在model size 不变得特别大的情况下 但是performance表现得特别好 就我的lab也在做 就是我们在做特别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怎么去收集更好的 比如说对话的数据 让他这个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话数据的话 他比较难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增强他的reasoning的 啊reasoning 包括他的这个像coreference across conversation 等等这些态度很难的嘛 就是可以让这个model增强他的reasoning 啊增强他的facebookness等等 啊其次就是说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呃这个偏工业界的这个idea 就是说呃这个chat gpt 对吧 他如果我真把它加在google search里面 他大概得花多少钱对吧 比如说chat gpt 他这个estimate的这个cost range 每天他如果按照他这个运算量 他其实要花很多钱去sustain他这个 呃这么多人就是这个这个用他 对吧那他花很多电啊痛也是一样子的 他是需要很多这个ml的engineer 去maintain这个model对吧 那所以说他其实这个呃这个这个代价也是 他即使已经train好了就放在那 他也是得花这么多钱去维护他啊 去去支持这个呃用户去用呃用他 对吧那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google 他完全不用这个生产模型的话 他他这个opperation的cost的他这个income 大概是发这是挣的55个billion左右 如果他要用这个chat gpt 对吧 那就是我们就说比如说他这个呃他 他就有这个increment 对吧 他这个呃increment的cost大概是35个billion 左右但是呢你可以压缩他的这个cost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说有两这个chat gpt 是2000个token 对吧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search的时候 你如果只用来search 你可能不需要2000个token 你如果用350个token的话 那我这个实际的这个inference的这个我这个这个cost 就小一点 那我降到6.3个billion左右对吧 那如果我在做一些cash这些常见的这个呃 cquery呢我可以降到5个billion 然后我们用tpu之外 我们这个不用gpu 用tpu 因为大家tpu是specialize for这个呃 machine learning optimization 更便宜嘛对吧 那你可以降到三三个billion左右 所以其实也是这个这个cast也是可以慢慢的降 这样根据你specified的这个task的这个utilization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 去customize 你的large language model 这样子的话你的其实你的operating cost 也不会特别高 啊那个继续讲一下就说这个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scaling这个language model啊 就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就是parameter size 和这个train token 是一个什么样的racial 就是也是我刚刚讲的对吧 就是one point four trillion的token对应的 它是个seventy seventy billion的这个model chinchilla 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scaling 啊但是这个呢大家都是 其实就他没有一个ru 大家都是在不停的试 认为什么样子好的proportion 是一个比较好的啊这个combination 对吧你现在的话各个各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这个比如说mosaic各种各样的啊公司 也会给你出这种solution 就比如说你想要一个30 billion的model啊 我大概给你预估一下 你付这些钱来 我大概就可以给你一个这样子的模型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公司 但是具体质量呢啊也是很难保证 但但因为啊我们都说这个啊 有一些这个模型 他有一些不可控 他这个decoating的时候 他uncertainty也很高 而且他有一些task就是做的挺好 有一些task做的就不好 哎所以说你你不要认为就是啊 他是个30 billion的model 他一定比我这个13个billion的model好啊 他具体是怎么train的 他train的多仔细啊 都是有很大的讲究的 所以说这个模型size 真的每个不是说是最重要的点啊 他其实是你好很好的方式去tune 他其实也有个啊很好的这个呃功能 当然了就是说现在gp4 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模型啊 迄今是最好的 因为他就是跟这些小模型的差距 还是特别大的啊 但是我我说的是就说 如果specific有一个公司说 我要去呃就是完成某一件 跟这个公司这个业务有关的 这个呃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这么大的模型 小一点的模型啊 比较好的 用类似的跟你的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任务相关的数据 去重新推动这个model呢 其实已经可以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应 啊 然后还有呢就说这个啊 这个 reasoning呢 大家都是啊 我觉得是所有大家都很呃 关注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 reasoning 也就是说啊 怎么可以就是现在比如说 他这个数学 他有的时候做的不太好 这个 physics 有的时候做的不太好 啊这个呢就说 他去 integrate 一个 physics simulator 就是说跟这个其实 idea 就是跟这个 tool former 的 idea 是一样的 就说你就是当你要做这个 跟物理有关的运算的时候呢 你就去 call 这个 physics simulator 那你就 call 了以后 你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就变得好了很多对吧 那同样的就是啊 这个 tool former 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去 call 了这个啊 比如说呃 这个这个 lava 是一个 made up task 我们假设这个这个 mass benchmark 对吧 他就是 call 了这个这个 calculator 以后 他就跑了很多了这个 performance 啊 qa benchmark 也一样 他 call 了一个 wiki qa 的这个 api 以后 他这个效果就好很多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模型 但他有一些不太擅长的地方呢 你其实可以 call 一个 已有的其他的程序来帮助你 就是说 either 你去 call 一个 expert 的这个 这个 information or 去 call 一个这个已有的 这个 symbolic 的 比如说像 calculator 啊我们现在就我们做的工作也有 就是说啊不是直接的去 call 这些 api 你可以直接去做 web search 啊 直接去 interact with online web page 去做一些更多的 action 他不只是简单去完成这个 就是说我们可以 generate sentences 而且可以 generate actions 去这跟这个 web page 做交互 去帮你来比如说订飞机票啊 订酒店啊等等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 language 他可以跟 action 结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那么我们都说之前就都说了 就是说他经常生成一些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对吧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之前我们啊之前有一个这个工作 就是打扮他们啊这个 say on 有一个有一个啊 program 叫 explainable ai 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工作就说 当我发现某一个地方 他有个发出 error 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 edit 这个 model 就说我们只是只是 edit 某一部分 不是把整个模型重新给他去 ray train 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啊包括现在我和 microsoft一起做的工作也是 就是说怎么去啊去通过这个 cloud 这些更好的 wikipedia 的 information 去做看说跟我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结果 里面有没有 contradiction 如果 contradiction 那就是不好的一个 negative reward 如果没有就是一个 positive reward 然后根据这个 reward 去 retwin 这个 language model 这样子就做到一个 language companionship 的东西 去 improve 这个 language model 的 factuality 嗯那还有就是啊我们认为就是 constitution ai 就是是一个啊是是这个啊 anthropic 的一个工作 就说这个模型它是不是可以自己有啊 criticize自己的可能 就是慢慢的 evolve 起来 这样子可以啊让自己就是就是自己 correct 自己让他变得更来越来越好 就说啊我包括我们组现在也在做就说 怎么当我告诉你这个错的情况 就是说你给我一个答案这个 language model 给我一个答案 然后告诉他说你这个做错了 让他自己 correct 然后啊通过这样子的数据来 retrain 这个 model 通过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啊 当然我们发现就是说啊像 constitution ai 就是让一个 model 告诉他自己 就是一个model 跟他说你的就是去评价你这个做对不对 然后就去 evolve 啊 然后我发现这个model 啊他这个用这个standard 啊啊 xrl 啊 human reinforcem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呢 他就是做一个 helpfulness 和 hardness 的这个这个 这个 trade-off 对吧 就原来呢他就可能更 helpful 但是他就有 harmful 更 harmful 然后constitution 然后呢 他这个这个 这个 他这个他主要是去 reduce bias 但你可以用他来做各种各样的 别的 correction 对吧 他就会在这里就做到一个更好的 balance 嗯 就有很多工作呢也在 reduce hallucination 这个方面 就是啊怎么样去 reduce 他生成的这个东西呢 他本来是没有的 他其实多了出来 对吧 啊这个呢在 summarization 啊 像 clinical knowledge 啊等等 这些 domain 都是非常重要的 to reduce 啊这个也就就比如说 google 他有这个 med palm 啊其实就很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简单都是 open research question 啊我的组包括很多其他组都在研究这些问题 怎么样去让这个啊 gpt 包括现在新的 gpd 4 变得更来越来越接近于 可以 safely reliably generate 啊 generate correct answers 啊当我们说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时候 啊其实他是一个 family 对吧 他有很多 large language model 比如说 microsoft 有这个 to run nlp 然后 deep mind 有这个 chinchilla google 就更不用说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 啊 meta 也有自己的 opt 啊 fair sick dance 啊 open eye 的话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 gpt 的这个类型 啊所以说啊包括这个清华他也出了一些啊这个中音双语的这个大模型 啊嗯最后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我是做对话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差 gpt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对话机器人 他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比如说啊现在差 gpt 他是完全 passively react to your question 就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 他自己不会主动问问你问题 就比如说你你问他的一个问题 他不会 clarify 说你到底问的是这个还是那个对吧 他也不会根据他的这个 domain information 告诉你说啊 我知道好像是这样但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呢还是哪个对吧 他没有办法做这个 mix initiative 啊他这个模型他自己也没有自带的一个就是 goal 他比如说啊我要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比如说啊 我要劝你去每天多去 gym 对吧 这是我的 goal 我这个模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我做了很多工作就说去 persuade 你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模型呢 他就需要adapt to individual user 对吧 那现在这个差 gpt 他是不能adapt to individual user 而且他没有这个自己push他自己go的能力 就比如说像这个 我得问你 比如说作为一个合格的机器人 对吧 What's holding you back for an exercise 然后说啊 my workout buddy moved aw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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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根据这个你要说啊 social support is critical or maybe you can join a running club 啊 too busy with my work 对吧 他就另一个问题 就是trying to avoid 这个事情 not having time for yourself is tough let's try to make exercise a routine 还有就如果你问 gpt的话 他跟你说啊 there are benefits to regular exercise 他没有办法根据你具体的问题 来去taylor这个persuasive message 然后有一个真正的这个conversation 还有就比如说这个像这种task 比如说我劝你去健身房这件事 对吧 他其实需要domain information 就是nursing school 有一个就有一本书就是教你就是怎么去identify 你的这个这个人不去健身房的这个这个barriest 然后根据每个barriest 你要用哪一些专业知识来面对它 对吧 这个xgpt他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 他就不知道如何 就是给你做一个diagnosis 然后根据你的diagnosis 去suggest这个suggestions right did you finish your goal today I'm going to skip today just got off work 对吧 这个然后你就要给他做 根据这个的问题 你根据他的回答 你得说excess can actually increase your energy level and help with tarneness 对吧 那就这个的话particular strategy 我们说 beneficial intro 对吧 然后说no maybe tomorrow so how about just a 5-minute outdoor walk first 这个呢就是大家常用的叫foot in the door 就说让你先做一点简单的五分钟 等你做五分钟 因为我就说你其实可以做20分钟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在这个这个exercise persuasion 中的一些strategy 那这个xgpt他肯定就没有这个strategy的这个embedding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privacy的这个protection 他还做得很好 我们讲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吧 说hi tom did you finish your workout today or so yep i went to 24-hour fitness as usual 那这个如果是个training data 你吹了一个model以后 对吧 那有个haku进来了 他就问你 do you recall where tom usually goes on monday 那他就告诉你来说 tom mentioned that he usually goes to 24 hours and some monday 对吧 怎么去protect 的这个model 怎么去做这个啊 user privacy 这些呢就是在mr 中我们的federal learning啊 differentiable privacy 这些工作我们也是经常啊 就是推荐 所以很有意义的在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中啊 我们依然是要做更多啊 这种basic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课题 来帮助这个模型变得更好啊 对我们这个可能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吧 听4号 12 2 2